我觉得这老师对你们还挺负责的 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那他负责他不会好好说话吗 干嘛讽刺人啊 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我想我不跟你说了 只是门 我去换衣服了 喂 怎么 妈 今天是不是要去美术班了 你不也要上那什么小作文班吗 那是科技论文班 都一样 你猜我在打工的地方碰见谁了 谁啊 高湛 我们俩现在一起搭班 交巧框练台圈道 张会儿 你暑假要和高湛一起当打工人了 不过 我觉得我现在跟他在前面又那么尴尬 不可能 你要时刻记住他可是看过你变态笔记的人 那他还是在电台跟我表白的人呢 那严格意义上不叫表白 他就是在天台上跟你说 想和你一起去北京上大学 又没什么别的啊 我觉得北京大学挺好的 北京不适合你 北京有车 而且人多 生活极得快 是吗 晶晶 吃早饭了 来了 不跟你说了 我吃早饭了 拜拜 伯父 这么丰盛了 你爸做的 没食欲 别跟自己的胃过不去 给 这又是什么意思 学费啊 你不是今天开学了吗 怎么了 你又不想学了 这也是我爸给的 没有 妈瞒着你爸给的 我就知道我是你亲身的 好了好了 快吃饭吧 你放心 我以后赚钱 肯定会慢慢还给你的 还什么呀 不用你还 你只要好好学习 别三分钟热度一过 就又不想学了就行 不会的 这次我一定努力选 我会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的 但是一码归一码 这个钱呢等我发工资 一定要还给你 因为你整起来也不容易 我的晶晶长大了 观察过了 门口有三家便利店 两家快餐店 一家麻辣烫店 一家披萨店 一家披萨店 观察得还挺仔细 那当然 这样吧 如果一会儿我下课早的话呢 我就先买饭吃的 然后去隔壁找你怎么样 你也可以去后面小华园等我 风情好 小华园 你有吗 还有小华园 把这儿当杜甲孙呢 这谁啊 秦老师好 好 你运气也太好了 居然摊上斯泰克了 我没想到他交集出办 祝你好运吧晶晶 有那么可怕吗 张长安 不是吧 比他才可怕 你白贝 那 让颜甲孙呢 ax 陈泰克那个 小蝶yn等你ит抹窍水吧 进不进来啊 不进来过门了 爸 你在看什么啊 没什么 跟你商量个设备 我这个假期报了 借我工作室 有时候可能要早退 你到时候帮我 跟老师打个掩护 这事你妈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所以 靠你来看到 我知道了 你最近都没怎么上豆瓣了 上次我给你发消息 你也没回 我最近太忙了 那小组平时也不怎么管 管理员我都给别人了 我说你需要带你 他也要喝 哦 这个明暗对比不好 这句话呀 老 老师 你在这看着我 我有点紧张 来 大家停一下 来欣赏一下这幅大作 不用吧 透视一塌糊涂就不说了 连最基本的明暗调子也没画出来 你尊姓大名啊 施 斤斤 今年参加同考啊 那半年后就要上战场了 现在还好意思画成这样 不是 老师 我是新来的 我以前还没学过 没学过是借口吗 没学过是借口吗 同考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月娟老师说 老师 我没有学过 能不能网开一面 手下留个情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 没有学过的同学 你们起跑就已经比别人慢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怎么和已经学了几年 十几年的同学 站在同一条赛道上比赛 这里不是少年宫 也不是兴趣班 大家来到我这儿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没有借口 没有休息 不能有丝毫松懈 画笔是创造美好的 不是制造垃圾的 重画 你来了 嗯 怎么了 怎么不去换衣服啊 我想歇会儿 从集训班到这儿 一个小时 前集训班上得怎么样 别提了 我们班有个老师特别凶 叫撕内谱 我觉得他就是反尚为人格 以折磨人为乐趣 没这么严重啊 怎么不严重啊 他居然把我画撕了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你画得不好 他 他还说了 我们到了集训班以后 没有休息 上课画画 下课还要开大会 然后总结一下 自己画的画哪里不对 我说漏了吧 还要挨骂 那我刚去我哪知道呀 这不是变态吗 你还没回答我呢 是不是因为你画得不好 是 行了吧 我觉得这老师对你们还挺负责的 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那他负责他不会好好说话吗 干吗讽刺人啊 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不行 我不跟你说了 只是门 我去换衣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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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